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被摇醒吗 你是当时在中寮吗 你在南投 所以一样也是非常摇的地方 我虽然是在台北 可是还是有被摇醒 所以急急车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走山的状况 来 美美你的中寮卫生所 这个当初其实 这个照片不是我拍的 可是我当初有在地震的第二天 有机会可以下去看到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还好啊 你看那个房子都站得好好的 可是怎么样 好像少了一层楼 对不对 为什么招牌都在地上 我那时候直觉反应是 房子看起来都是好的 不对 因为可是一楼已经不见了 因为它整个就往下压了一层楼 招牌都等于是在一楼了 那我们平常招牌 不会放在一楼嘛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中寮卫生所 这个除了告诉我们说 一楼不见了 还告诉我们什么 卫生所不见了 你想这样子的卫生所 已经没有办法 再做它该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 那这个呢 普里正的正宫所 一样 这个应该是在比较上面的 这个应该是楼上 要入口的这个牌坊 这边已经掉到一层一楼了 好 那这个一样 这是另外一个正宫所 好 这个呢 是什么 卫生局 卫生署 中央新村 大家如果记得当年 还有中央新村 这是卫生署 好 那这是集合住宅整个倒塌 它是整个从外面塌 从倒邪的过去 这样子还可以住吗 应该是没有办法再住了 好 那这个当年的照片不是很清楚 那所以我们扫描进来也不是很清楚 民众呢 他在这个时候 他家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可能需要住在一些临时的住宅 那这当我所有的建筑物都没有了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什么把人员撤到学校里面去 或是人员撤到我们常常会利用一些活动中心做人员的撤退 可是当我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呢 我就有需要开始搭帐篷 帐篷区其实卫生不是很好 那这个是比较好的帐篷区 你看这个非常漂亮的帐篷住在那边 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在紧急动员的时候呢 我们紧急需要紧急的 那时候他们紧急联络了港区的海运公司 提供冷冻货柜以妥善安置什么 罹难者的遗体 记得那时候是到国庆 经过国庆的时候 那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国庆是一个还受灾蛮严重的地方 那是开到国庆的路里 镇上的时候你就开始闻得到有一些石丑味 所以尸体很快地在这种天气下面开始腐败 那我们需要有货柜箱 冷冻的货柜箱 赶快地把这些遗体把它处理起来 那至少把它安置好 那让它不要再继续腐败下去 因为其实这个让人家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那种心理上的压力 不只是这种身体上面有闻到味道 而且还有一些很多是这种心理上面的压力 那我们要紧急调拨了一些防疫药品 并调派消毒车进入灾区协助防疫的消毒 那还有提供民众消毒的服务专线 那协助军方协调 协助环境消毒以及设置沐浴站 因为大家讲到说 我好多天没有洗澡了 我这边在整理家园 那其实会弄得非常的脏 那他们需要沐浴站 那提供灾民 让他们能够保持个人的卫生 那避免疫情的发生 可是这种沐浴站要小心是什么 我水一定要够 我如果水不够的话 其实可能是造成另外一个感染源 那将民众集结区附近的医院 或是开业医纳入我们定点医师的监测系统 我们才可以迅速掌握第一线的疫情 所以我们需要有人进到我们的医院里面 进到我们的诊所 那还开着的诊所 那还有在提供服务的这些诊所呢 让他们能够开始帮我们做疾病的监测 那设立一些临时的病例 那全面监测疫病 你会发现当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希望能够赶快投入救灾的工作 大家就看到说已经这么多人受伤了 无家可归了 生病了 需要照顾 这时候非常很多很多人要下去 可是呢 我们要 可是这些人还是需要把它组织起来 让我们的这些救援的紧急动员时候呢 我们这动员还可以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 去做该做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就说 当我有一大片 这一二三四四排 都有人受灾的时候 那我的资源集中在某一排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那我有更多更多的人是需要帮忙的 那我们不要讲说 那结果我就在电视上听说 有第二排的人需要支援 然后就每一个人都跑去第二排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还是有需要人出来 然后把这些 让整个动员能够 比较有系统性的 让它比较分散 让大家都能够 让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都能够他得到 得到他应该有的帮助 我们在灾区里面 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水是非常重要的 那灾区的饮水卫生是 大家会比较紧张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他们有提供水 有临时的除水桶 那临时的除水桶上面呢 也会告诉你说 我应该要怎么样 去做好我的个人卫生 那我这个水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才可以避免疾病 那有时候呢 我们还是需要截取地下水 那当然我们在截取地下水的时候 都要截取到干净的地下水 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 才可以让我们的灾民 他所接受到的 这些使用的水呢 都是干净的 不要因为使用到我们给他 不干净的地下水了 然后反而生病 那这种呢 就是这种 很克难的这种紧急医疗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种 要设立紧急医疗站 大家都会想到说 那我需要戴 需要用什么样子的药物 我需要什么样子的设备 那这个可以做的 其实都非常的 非常少 那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在这边紧急医疗站 处理一些基本的东西 有需要的话 还是需要把他们 转介到大一点的医院 那在灾区疾病的访查 他们其实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媒体上面 开始在传播说 这个在灾区里面 有腹泻的群聚 所以当时的疾病管制署 就是当时的疾病管制局 就是现在的疾病管制署 就派人到灾区里面 然后去实习访查 看一看到底 在这社区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腹泻 那如果没有腹泻 他们是面对到什么的问题 那他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那这样子呢 做一些媒体的 媒体疫情的澄清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要 我们一定要非常正确地 掌握到说 我们在灾区里面 发生的事情 我们才可以随时 这个应付 我们所谓的媒体疫情 因为很多东西 媒体他们讲出来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媒体好像有点不负责任 他们或许他们得到的是 一些片面的消息 或是他们听到了 某一些东西 可是当他把它写下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说什么 白纸黑字 好像就是真的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实时有需要去做 这种媒体 制造出来的疫情的澄清 那在后续呢 就有一些整理期 那这后续的整理的期间呢 我们需要继续提供民众 他们所需要的 环境卫生消毒的药品 还有病媒的防除用药 评估民众的需求 那提供他们一些 应该要有的防疫措施 那我们在急性的动员之后 还有这个在急性动员的期间 其实我们要想到的东西 并不是只有这个 急性动员的东西 而是我已经要开始 计划我的中长期 要怎么样去整理 我后面这些灾民 就跟各个不一样的 各个需要协助的这个面向 所以要针对中长期防疫作为 建立一些基本的资料 及确立我们服务对口单位 所以这个在中央政府里面 跟地方政府里面 我们是互相合作的关系 所以当我知道我的对口是谁 哪一些人该协助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才 我们在整个救援的这个行动里面 才有办法一致 好 那我们可以印制一些海报单张 教导民众怎么样消毒水 药品及饮水 食物排泄物的正确处理方法 那最重要都是怎么 防止疫病的发生 好 那我们也邀请一些学者专家 去评估我们的组合屋 的公共卫生设施 建立灾区组合屋的一些基本资料 还有各组合屋群的主任委员 然后卫生所他们派驻人员 地段负责人等等 好 那这些就是一些比较中长期的规划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赶快先想想看 我要用帐篷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把这些受灾的人 把它安置下来 那我很快的 我就要开始想到 那我要这些灾民 他们中长期的安置 是要怎么样去做 那中长期的这些规划 我要怎么样 也确保这些人在卫生 卫生上面的一些需求 好 那可以看到这些是 新建中的组合屋 跟他们的外观 那他们也就是 邀请了这些专家学者 去看这些排水的状况 还有卫生设施 大家如果可以看得到 他们这边有 去看他们这些排水状况 那是1999年的时候 在台湾发生 这个大家可能 都还有点印象 你或许不知道那时候 做了哪一些的 后面的这些事情 可是他至少对地震 非常的 在台湾很熟悉 那对921也都还有一点点印象 那这是2005年 那我当时是在美国 那在加入美国疾病管制 美国的疾病预防中心 他们针对可催纳 巨风的这个灾后的应变 那我去的是 我是去到纽奥梁 那大家如果对美国地理 有一点点印象的话 纽奥梁它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是密西西比河的出口 那如果大家知道 密西西比河它的发源地 是在美国的最北边 那它流到美国的最南边之后出去 那所以纽奥梁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低洼的地区 它甚至它在出口的地方呢 如果上去 大家有在上网的 可以上去看一下Google Map 你如果上去看到Google Map 你会发现 它其实到后面有一些 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的土地跑出来 那这些呢 其实以前都是靠着这密西西比河 所冲刷下来的这些沙子 石头堆积起来的 那甚至呢 有一些地方 它等于是在海平面底下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低洼的地方 低洼的地方 我要怎么样防水 我要保持我的家园是干燥的 我要怎么办 我要建什么河堤 对不对 所以我建高高的河堤 让我的水不要浸到我的都市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05年发生的事情 2005年呢 飓风来了 后来整个城市被淹掉了一大半 这是非常严重的淹水 因为它水是已经淹到二楼 所以很多人他们 那你知道他们住在这种地方的人 不像我们住在台北 因为他们比我们地广人稀一点 所以大家是什么 住在一间一间的房子里面 不像我们住在公寓里面 我们住在公寓里面呢 他水淹到三楼我也不怕 我家有五层楼啊 对不对 他们呢只有两层楼 所以他们到后来爬到哪里去 爬到屋顶上去 因为水淹上来了 为什么水会淹到这么严重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是密西西比河 当初这个是那种 应该是在河流上面 飘的这种工作台 那洪水下来的时候呢 那整个雨 然后再加上风 那风也很大 这个呢已经从这里面被打出来了 打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这个堤防 堤防被打 整个被打断 堤防打坏了之后呢 水就淹进来了 这大家可以想象了 我们这个时候 我这个这么大一个东西 把我的整个堤防打坏了 所以他那个水一下子进来 而且水上升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这是我们之后呢 这个我在那边的时候 大概是已经过了一个月 他们已经慢慢地 在开始修这个堤防 可是你可以看到 你看到这个 你就可以想象 为什么当时 可以淹水淹到那么的严重 那这是他们的体育馆 体育馆上面 应该都是些白色的这种覆盖物 然后是防水的 那他们当时在 在知道 飓风要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有开 他们很晚才发现说 其实有需要将 这城市里面的人先撤掉 那撤的时候呢 因为有点太晚讲了 大家撤得很急 那所以其实有一度 他们是整个那个道路是塞 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是塞满的人 根本动弹不得 所以变成说他们其实是 这个我们的道路应该是一来一往的嘛 他们把要进去城市的这个高速公路给封掉 让他们所有都是让这个车子能够离开这个城市 但是呢他们发现还是不够早 不够早怎么办 这些人已经卡在这个城市里面出不去了 他就告诉大家说 那不然你们来体育馆好了 所以很多人呢他出不去 那有些人他没有车子 他们就大包小包 那个大人牵着小孩子背着老人家 进到这个体育馆 体育馆当时塞满了人 那过了一整天 飓风还在外面飘 里面呢开始漏水 我有三四万个人在里面的时候 有没有需要上厕所 有需要 有没有需要吃东西 有需要 有没有需要洗手 有需要 可是呢那里面还有水麻没了 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的状况呢 一下子他的卫生环境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所以这是后来这些 曾经去到这里面避难的人 他们其实到后来出来的话 都讲了一些很令人伤心的故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水的威力 这个是那个我们的T-bar 那应该是要站起来的嘛 这个做广告的 大家可以想象 所以水呢是怎么样飘进去的 从左边到右边这样子冲进去 那所以他就整个被水给打弯掉了 所以这个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水的威力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一条一条的 这是为什么 大家如果知道纽浩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呢它是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 所以它是在海边 那在这个海湾里面呢 他们其实有做非常多的 这个他们在挖石油 所以在纽浩良这个附近呢 它其实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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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 这个 除油的 这个除油的槽 那其中有一个呢 它也是一样 被水给冲坏掉了 所以里面的油 就是我们的石油 是整个溢出来的 所以你看到的这边呢 就是这个油当初 就是这个石油 覆盖在水上面 然后后来留下来的痕迹 好 所以我们有一大片的水 上面浮了一大层的石油 所以最后面 如果再进去看人家家里的时候 那个已经不是只有泥泞而已 而是它上面除了泥泞以外 还附上了一层油 非常非常的难清洗 好 所以这也是一样 大卡车可以被冲到树上面去 我的船不是在水里面 而是已经被冲到陆地上 那你可以看到 这家人的房子 门在这里 对不对 我要怎么进去 那应该是要爬这个楼梯 这是他们家的铁门 开了铁门爬这个楼梯上去 应该要进到这个房子 可是房子就是 他们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刚刚那个 我们看到这个溃堤的地方 这离溃堤最近的这个 的这个区域 那所以呢 这样子的房子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住 那这边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当初救难人员 其实这个已经不是救难人员 那他们只是 他们是进去在查看的人员呢 他们会进去 他会告诉你 我是在9月16号的人进去 那我这里面应该是住了8个人 那我在这里面找到一具尸体 在9月20号的时候呢 他们又有再进去一次 那这个NER跟FL就代表说 他们是从哪里过来的这些人员 因为当时为了这边的这些后续的工作 有很多很多的人 从美国各个不一样的地方过来协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今天是你的工作 你要每一天的工作 是进去每一个房子 长这个样子的房子 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人 还有没有遗体在里面 这个你之后的心理伤害 有可能有多大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些居民 他们其实有尝试着 希望回到他们的家园里面去 所以这个路 马路上面有稍微清了一下 可是呢 还是堆满了很多的垃圾 这其实都是他们的家 那就是我们看到在家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黑黑的 就是水退了以后 那那个整个石油存留下来 然后有点重刷不掉 这样子的房子 已经没有办法再住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油槽有坏掉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点的 这个社区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是过一个月之后 那因为人是慢慢地 慢慢地回去他们的 这个社区里面进去打扫 所以到一个月之后 还是可以陆陆续续 一直看到人家 把垃圾给清出来 那这个呢 它上面写什么 Health Department 就是卫生单位的一部分呢 所以这样子也是另外一个 没有办法再继续 运作的一个卫生单位 那这些人他们其实到后来 就是撤到看哪里有地方可以去 然后搬几台电脑过去 就赶快去那边工作 好 那当时我们去做什么 我们当时去做疾病的监测 那在一个灾难过后的疾病监测呢 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一个是 想要知道到底有没有疾病的爆发 再来呢 我们先想要知道 就是说当我有一个 这个预风来了之后 我到底会造成什么样子的伤害 人体上面的受伤 它还有什么样子的疾病 那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疾病 会有什么样子的趋势 那看有什么样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这种 这受伤的方式 那最重要的呢 我今天不是把这些东西 我看完就结束了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 依照我这边所做到的疾病监测 来看我应该要怎么样 去做疾病的预防 所以我的prevention message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这些谣言 我们要怎么样去破除我们的谣言 大家记不记得 吴秀医师过来跟你们讲过 这个疾病群突发的调查 好几个礼拜前了 对不对 好 那疾病群突发 你要怎么样去发现 记不记得吴秀医师怎么讲 你们没有想到在这堂课还要考试 还要请你回想到三个礼拜前的事情 还是已经大概一个半月了 你怎么会知道疾病 有一个群突发 你需要去调查 你怎么知道 你一定是靠监测 除了监测以外 还有什么方式 你除了做疾病的监测 我每天都去问医院 请问你们今天有几个人生病 还有什么方式 还有一个很鸡婆的医生 打电话 告诉疾病管制署 我最近看到很多人 眼睛都红红的 你们应该要调查一下 OK 所以或是我们有热心的民众说 我家人最近都去某餐厅吃饭 然后我们回来都生病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做疾病的监测 我是希望能够说 知道有疾病 到底有哪一些疾病 是不是有一些疾病的群突发 它是不是有异常的状况 我如果没有做监测的话 我每天都要靠这些热心人士 其实大家在忙的时候 未必那么热心 有办法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在做疾病监测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要从哪里知道 做疾病的监测 怎么样去搜集这些资讯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医院里面 医院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医院的急诊室 那或是说我们可以去看 我们一般的诊所 诊所里面其实是看了很多 非常急急的症状 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是 这个军队下来 他们所组成的这个 这临时的医疗站 那所以可以看他们那边 看到什么样子的病人 那另外还有一些人 他们是自己就开了一个 这个活动的这个医疗车就下来 那医疗车里面 他可能就是一个医生 然后再加上一个助理 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些 基本的这个医疗配备 就有点像我们刚刚看到 在921地震之后的 这种临时的医疗站 那所以呢 这个后面呢 这是一家大医院 这没有被冲掉的大医院 他们这家医院 其实是还可以 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那可是呢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那么多的病人 所以这个是军队 军方他们呢 就利用他们的自己的资源 在医院的旁边的草地上面 那架设了一个 临时的医疗站 这个临时医疗站 当时虽然很热 我们进去到这里面 其实都会冷到不行 因为你不要看它是帐篷 它这帐篷可是有冷气的 而且呢 这个你有看到 这些都是冷气 然后就打到那个有 好 那旁边呢 他们所带下去的这些物资 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我要出去帮忙的时候 请不要越帮越忙 你自己想需要的物资 需要的饮水 你需要的食物 要自己解决 你不要说我来了 我要来帮忙 然后呢 请你给我食物 请你给我水 请你给我地方住 好 那军队的话 他们有这个好处 他们其实 他们可以自己去搭帐 找地方搭帐篷住 那他们有自己的 这些物资 都是非常齐全的 好 那这个呢 又更特别了一点 他们没有 没有把他 这个临时的医疗站 盖在一个 盖在户外 他反而是 直接利用 这个是一个体育馆里面 他们就直接放在体育馆 那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可以大家看到这是 马达 它是冷气 那所以它打冷气到这个里面 这个呢 它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帐篷 里面呢 是 我们的 急诊室 然后下一个帐篷呢 可能是我的病房 然后还有一个帐篷 是我的开刀房 所以 然后还有一个帐篷 是他们的检验室 所以它是一个一个帐篷 这样子把它搭起来的 好 那所以当我们进去 做疾病监测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发现 有一些人 他是 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呢 他们其实那时候看到 51个个案 那有5个死亡 所以就一氧化碳中毒 当我可以 很早地发现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人 是 让他离开那个环境 他是可以慢慢好起来的 那可是当我们太晚 发现的时候 可能会造 就会造成一些 不可逆的 这些状况 甚至死亡 那为什么会有 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 风灾过后 大家缺水 缺电 所以我呢 很多人呢 就自己去买了一个 这种移动式的发电机 移动式的发电机 它靠的是什么 它是用 烧柴油 通常是烧柴油 那它在燃烧的过程中呢 它会释放出氧化碳 可是很多人就想说 因为这是移动式的 我没有那么多的电源线 把它接那么长 我把它放到室内使用 放到室内使用 我一氧化碳没有办法 能够挥发掉 散出去的时候呢 这些人就因为这样子 会中毒 那这跟台湾有点 类似 我们台湾 不是因为移动式的 这个发电机 而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热水器 热水器装在室内的时候 或是说你用 即使你认为的室外 可是你把这个窗户 或是说我把 放在阳台上面 可是我阳台把它封死了的话呢 一样它就等于是室内 那就有可能造成中毒 那我知道这些人 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那你要怎么样去预防这件事情 我们先想想看 我的一氧化碳 是因为我使用什么 发电机 那发电机是哪来的 你家里每天都会背着一台吗 万一家里停电 不会 所以当你停电的时候 你去做什么 你去买了一台发电机 或是你去租了一台发电机 有没有可能 那你要怎么样预防这些人 因为使用你卖出去的发电机 造成一氧化碳的中毒 大家学公共卫生一定要记得 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都是在预防疾病的发生 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预防疾病的发生 人家要来买发电机 你要怎么样预防那个人 一氧化碳中毒 我就不要卖给他就好了吗 台湾不是这样子吗 因为很多人烧碳自杀 我就不要卖碳就好了吗 是不是 或是我们现在规定什么 请你如果要卖碳的时候 要多问一下请问你今天是要烤肉 还是要自杀是不是 所以如果人家要发电机 你可以做什么 来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你可以告诉这个人 你如果要用发电机的话 请你不能把发电机放在室内 那个会写在密密麻麻的那个说明书上面 对不对 你会去把那个说明书从头看到尾吗 不会 我也是啊 我每次那个说明书看来 拿来以后就想说 这个我自己摸一摸应该就会了嘛 手机不是都是这样子玩一玩就会了吗 我干嘛还去看什么说明书呢 对不对 说明书应该是丢掉 所以呢 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们用一个大大的标示 把它放在这个发电机上面 而且你今天不管是用买的 或是用租的 它一定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标示 在这个上面 他们希望每一个买回去的人 不管怎么样都看得到 这个请勿在室内使用 这样子是可以避免掉一点 可是呢 还是会有人把它当作没有看到 好 那所以呢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试着去告诉这些人 这个正确使用发电机该怎么样使用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在家里装这个一氧化碳的监测器 所以当我在家里使用这个 我在生活的空间里面使用发电机 侦测到一氧化碳浓度过高的时候 他就会提醒我 告诉我说一氧化碳已经太多了 那请你要赶快打开窗户 把你的发电机关掉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好 那所以呢 当年他们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希望能够减少一些 一氧化碳中毒 那再来呢 他们其实在好几个地方 那时候 这个飓风 它其实影响到 并不止牛厄良这个地方 它到德州 到密西西比州 这边是整个都有被影响到的 他们有看到一些是皮肤上面的 一些传染疾病 那甚至呢 它有一些是这种比较严重的 这个 胡菌的 胡菌的这个感染 那另外呢 还有很多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香港脚 好 长在脚上就叫香港脚 那这个就是黴菌的感染 那黴菌的感染会长在身上 有长在 可以长在头上 可以长在手上 可以长在我们的指甲 我们的脚里面 那为什么主要是在 这个呢 主要是在我们的 在军人里面 因为军人他们的制服 大家有看过 在座有当过兵的 你要穿的东西很多 几乎都是长袖 他们大家都很耐热 那因为他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也是比较容易让他们 有一些受伤 所以他们都是被规定 穿长袖长裤 戴帽子 那所以呢 这些人也因为这样潮湿的环境 那再加上 闷在衣服里面 然后很容易 有这个 霉菌的感染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 还有看到一些 就是 这已经不是蚊虫了 而是被蜘蛛叮咬到 所以蚊虫啊 蜘蛛类的东西叮咬 那另外还有一些 是 我们所谓的这种 接触性的皮肤炎 因为我们接触到的东西 其实有脏的水 有受到污染的环境 还有你要去清理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已经 然后就家里一些 这些废水整个流出来 然后再加上所有什么电器啊 这些 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们在这个处理家里的这个废弃物的时候呢 有因为这样子 然后造成他们的皮肤上面的这种接触性的皮肤炎 那再来呢 我们就会看到 当我们刚刚在讲到 我把人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 那卫生环境不好 我们就有看到一些是这个腹泻的群聚 那所以在路易西安娜里面呢 它其实有发现了20个腹泻的群聚 有些大 有些小 可是呢 就是腹泻群聚 那我们有看到一些是诺罗病毒 那诺罗病毒的话 大家知道 就是它可以传得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诺罗病毒的传染途径 除了把它吃进去 还可以因为接触到 甚至我因为吸到 这个充满了诺罗病毒的这个空气呢 而生病 所以呢 在密西西比跟德州呢 他们这边有超过1000例的诺罗病毒的感染 那诺罗病毒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它来得快去得快 那可是当你生病的时候 我们以前去做诺罗病毒的调查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我吐到快死了 所以当你听到说我吐到快死了 这样子呢 你就要想到说 有没有可能是诺罗病毒 所以当你吐到快死 或是拉肚子拉到快死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及时冲到厕所的 而且呢那个是一个公共的厕所 还不到你的鼻尖这么大 对不对 好那所以呢 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传染途径的时候 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诺罗病毒给传出去 好那除了诺罗病毒呢 其实还看到沙门杆菌 好那可是呢 这都是很快的就大概没有了 所以大概这个飓风过后 大概三个礼拜以后呢 就几乎都看不到 为什么看不到了 我不要做疾病监测就不会有了 对不对 好没有人做监测 这个疾病绝对不会发生 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群聚事件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过了三个礼拜 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离开 这个收容所了 他们可能已经回到他们的家里面 如果他家还可以回去的话 或是他已经找到亲戚收容他 所以我们当我们把这种收容 这种大型的收容所 把他给关掉的时候 其实像这样子的群聚事件 就会相对的降低 好再来呢 我除了刚刚讲到 这个会拉肚子嘛 然后还会有皮肤病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还会有呼吸道的疾病 因为我们大家住在一起 然后又睡在一起 一起吃饭 我们都是叫做什么 我们都是亲密接触对不对 好亲密接触的时候呢 我们有可能就是会传染我们的这个上呼吸道的疾病 上呼吸道疾病可不可怕 他有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疾病 那大部分呢都是一些轻微的像一般的感冒 那感冒很多 那可是呢比较严重的像这种白日咳他们只有找到一例 再来呢我会担心的 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人他是有结合病 结合病呢所以他们在这边呢就开始利用这样的机会 大家都住在这边了那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机会 来把我们这些我们认为可能是结合病的嗨 这个高风险族群把他找出来 然后我们来帮他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结合病 那另外一个呢大家如果 你们大家记得配君医师来讲结合病吧 他有讲到我们结合病需要用什么特别的方法治疗吗 有听到督治吗 好记得督治督治是怎么样 督治是我每一天都要把药拿到病人的手上 请病人吃下去 而且我要盯着病人确定他有吃下去 好那每一天在送药那个人 现在你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他们也要利用赶快利用这样的机会 把这些病人都找出来 不然这些人就没有再继续吃药 所以这是在这个呼吸道疾病 我们会每一次有这种灾难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很头痛的一件事情 好那其他的呢我们就还有一些看到一些 像我们的红眼症 红眼症大家也知道也是非常容易传染的 那很多的很多的车祸为什么 亲身经验 我要下去的时候呢我就被告知说 你呢飞到那个飞机场的时候 然后你就去租车公司 然后你就去租一台车 2005年呢GPS并没有那么发达 好所以2005年的时候呢 我就是一边看地图一边开车 然后问题是我对这里的路不熟 而且呢路灯 对不起这个我们所有的红绿灯啊 甚至这些指标都已经被吹到 已经不知道怎么指了 所以我们这种本来就不是住在纽澳梁的人 进到纽澳梁里面 我们开始开车的时候很可怕 因为呢我不知道路是往哪一边 有一些地方呢它是单行道 可是因为单行道那个指标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还是会直接把它开进去 造成了很多的车祸 所以呢车祸是一个这种在救援里面呢 也是要常常会看到的事情 那当我在处理完这些非常急性的疾病之后呢 跟这些跟这个 收容所相关的疾病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看到很多人怎么样 他当初要离开家里的时候 我糖尿病的药没有带出来 我高血压的药没有带出来 我心脏病的药没有带出来 所以这些我们会从 大概第一两个礼拜这种急性反应的期间过去了之后呢 我们开始看到非常多的慢性疾病出来了 那这些慢性疾病 我们在台湾比较常会看到是什么 台风填某某乡里面 然后道路断掉 所以他们救护车就上去把这个需要洗肾的人带出来 希望把让这些能够得到需要医疗资源的人呢 把他们带到他们应该要去的地方 那所以在这个整个救援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会给了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建议 那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呢 就是有关这个疫苗接种的建议 疫苗接种为什么需要接种 哪一些人需要接种 我今天不管是住在当地的人或是说有一些从外地来的人 我是进来救援的人 我可能需要先打一些疫苗 因为这个我可能会碰到的疾病是跟我以前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会担心在这种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的 这个收容中心里面 会不会因为有人有一些疾病是非常容易传染的 那是可以用疫苗 疫苗可预防的疾病的话呢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机会 把这一帮这些人打疫苗 好 那有一些地方他虽然已经开始有水 可是他们认为那个水还不够干净的时候 他们会提醒你不要把这些水拿来洗手啊 或是把它拿来喝 所以可是呢 我就是那个有点不乖的 因为我要每天去买矿泉水来洗澡 我实在做不下去 或是用矿泉水洗手 我自己是有点舍不得 所以我大概是会先用或许不干净的水 这种水龙头的水 然后洗完了之后呢 那我一定会再用干洗手 这个可能跟我们大家一般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飓风呢 其实是在 是2005年 在大西洋上面 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飓风 那当时呢 有一千 将近两千个人死亡 那所造成的这个经济上面的损失 跟这些人民上面的损失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那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台湾 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 你如果记得1999年的921地震 你应该记得莫拉克台风吧 我们有没有南部上来的同学 有淹水吗 有淹水 好 所以莫拉克台风呢 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八八风灾 2009年8月8号的时候 那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8月5号到10号的时候呢 我们你看到这边总共下了多少雨 在我们高雄的这边山区 大于1800毫米 那个有多少 是比我还高的雨 所以你看那样子整个淹下来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那种 一直下雨然后下不停 然后那整个山又被冲掉的 这种这个场景 好 莫拉克台风在台湾 我们知道的死掉了619个人 76个人是后来没有找到的 五六千个人 他们当时没有了家 好 那整个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因为这样子的风灾 造成我们农业上面的损失 好 那所以这个呢 是南部地方 那所以应该是以屏东为主 所以就是水是淹的还蛮高的 好 这是临边车站 好 那这比较看得出来 那水这样子 我们可以说这个 这个叫做那个什么吗 这个就只有淹到一半嘛 应该里面还可以 至少可以坐到那上面去嘛 其实已经不行了 车子这样 他们在进水的时候 其实呢 就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开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车子会卡在路上面 好 那所以之后呢 有把它要清除 可是你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淤泥在上面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风灾的 这个 莫拉克台风之后 在台南 高雄 屏东 这边他们所造成的灾害 那这边影响到的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屏东有 屏东有 猪 鸡 鸭 猪 鸡 鸡 都有 都有受到损失 好 那 在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呢 其实在8月5号的时候 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就已经开始运作 而且是24小时的运作 那这24小时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协调我们各个单位 他们所 我们各个单位的这个 的活动 那每一天晚上 每一天呢 也会至少有两次的这个视讯的会议 那希望能够 那那也是在疾病管制署里面呢 也是每一天都会跟每一个地方 我们有六个不一样的分局 当年是叫分局 那 每个地方的 每个地方 每个分局里面呢 我们会一天 每一天都会开会 然后确定看大家有什么样子的需要 那还有哪一些事情是应该要做的 那 风灾过后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消毒的工作 家里的这个清洁的工作 那我们不管在做什么 我们在以中央单位的角度 我们都是跟地方政府的配合 看有什么需要 需要帮忙的 那我们也做一些是 帮协助地方政府 针对民众 民众做一些卫生教育 那 所以呢 疾病管制属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又回来了 这个是什么 疾病的监测 疾病的监测呢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除了利用我们在现场的人员 回报的这些数字 我们还有利用我们平常就已经在用的 这个监测系统里面 那来看看我们到底 我们现在疾病是有哪一些 那有哪一些事还需要做的 那如果大家记得2009年 除了莫拉克台风还有一件什么事情 公共卫生上面的大事 pandemic flu 好 所以呢 2009年非常重要的 大家记得当年每个人都在讲那个猪流感嘛 然后每个人都被叫去打疫苗 好 所以呢 一刚开始的时候pandemic flu我们大概是从什么时候 我们从4月就开始知道这件事情 那所以当我们开始有疫苗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抢疫苗对不对 好 那一方面抢疫苗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担心 那时候在台湾还没有大大的流行 可是呢 我们担心 我们的这个中心里面呢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疾病爆发 所以呢 我们在高雄那边有一些收容中心呢 他就会开始用这个 用一些scanner 然后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有人发烧 所以做发烧筛检 大家觉得发烧筛检有用吗 发烧筛检我只能说如果它有发烧 我可以找得到 可是我可能有更多的人 我们的这个流感呢 其实在我还没有症状的时候 就已经有传染力了 所以我只能说我们用发烧筛检的方式 可以减少疾病的传播 可是应该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掉疾病的传播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除了做疾病的监测 我们也需要做我们的病霉纹的监测 那因为我们是在中南部 这个对不起 在南部 高雄 台南 屏东 都是我灯隔热耗发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开始做一些这个病霉纹的监测 那希望说我不要在风灾之后 又造成灯隔热的大爆发 那为什么我们在风灾之后会造成爆发 因为雨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有很多的资深源 对不对 那大家没有时间去把它清干净 或是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资深源的话呢 那它就很容易 很快的就会长出我们的蚊子出来 那在8月8号是我们开始风灾嘛 那8月23号的时候 我们接到有人在开始讲 说有在屏东这边呢 有一些人那不明原因发烧 那可是都还蛮严重的 那那时候他们一刚开始通报出来 就已经有25个人 那这25个人呢 我们当时一定会发烧了 我一定会赶快看什么 看看是不是有流感 可是呢 有7个人呢 他们都是流感检验 这个快筛都是阴性的 而且呢 有13个人是已经严重到 有需要住到医院里面去 甚至有3个人 他有需要住到家户病房 那这些人呢 有8个是有这个肝脏的问题 那另外是有6个 他是有肾脏的问题 那都没有说是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说 这些人呢 里面有人是有肺炎 好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 不是这种呼吸道的疾病 上呼吸道或下呼吸道 应该都不是 可是呢 我们知道 它会影响到我的肝脏 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肾脏 所以大家如果对疾病 比较熟悉的话 那又是风灾过后 我们就要开始考虑 有没有可能是 构端螺旋体的感染 好 那所以呢 我们那时候呢 就开始在这个村子里面 去看看 是不是有其他的人 有类似这样的疾病 那他们到底是哪一些人 会有这样子的疾病 那我们看到 他们在这个村子里面呢 总共有383个人 那他们去 对不起 有383户 那他们去看了 大概70%的这些 这些家户里面 那这些家户里面呢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呢 是家里有人发烧 曾经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发烧 那 其实我们到后来 可以看到呢 这些人就大概都是 40岁上下 然后以男性为主 那大部分 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其实都是做农的 那可是 因为这边的人 就是一个农业的村庄里面 所以他其实很多人做农的 那也不是很意外 那 大概年纪大了 所以有20% 将近百分 差不多20%的人 他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 那 有很多人呢 33%的呢 他是 都是在同一个家户里面的 所以就家户跟家户之间 是有相关性的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好 我们台风 是8号 9号 这两天 是 是有淹水的 那这三天呢 大概大家开始亲礼家户呢 就大概亲到 8月12、13号左右 那到我们这个 生病的时候呢 大概8月20号 所以这中间呢 大概差了 差不多10天 可以 好 所以大概10天的时间 是大概发病最多的人 那可是呢 我们通常 会把这些爆出来呢 其实都是 还蛮后面的 因为 因为不会一开始 就大家发现说 其实是有一个疾病的 这个 的群聚事件发生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常看到的呢 还是发烧 那有些人有胃寒 那我们后面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 有一些人呢 他是有这个 头痛啊 然后恶心呕吐全身酸痛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有40%的人呢 他们是在家里 他们是在这个 做养殖业的 那有31%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他们是有看到老鼠 那有大概40%的人 他身上是有伤口的 那真正他们在做 家户的清理的时候呢 有去戴手套呢 或是跟这个 跟穿雨鞋的人 其实并没有 我们想象中的多 好 那我们在去看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说 说这边 这个地方呢 大部分的人 都是用地下水 他们有 他不是用自来水 那 那他们喝的水呢 也是地下水 可是 他们是有把它煮过 才拿来喝 好 那所以我们如果说 要控制 我们那时候已经 还蛮确定 这是构端螺旋体 所造成的一个群聚事件 那 我们刚刚讲 那如果我要控制 构端螺旋体的话呢 我们最主要的 一个是 我希望 能 这些人能够早一点 被通报出来 早一点被接受 能够接受治疗 因为构端螺旋体 我如果没有早一点点的 把它 找出来的话 或是早点知道的话 没有给它正确的治疗 是有可能会死人的 或是造成一个 比较永久性的伤害 那再来呢 有需要告诉 在住在这里面的人 假设你有这样 跟构端螺旋体 相关的状况的时候 你需要早点就医 那还有我们公共工卫生 最主要是要做什么 避免疾病的发生 避免疾病的发生 我一定要告诉这些人 怎么样去预防 构端螺旋体的发生 所以我需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做 家户的清洁的时候 你不要碰到 这些肮脏的水 好 那到9月30号之前呢 我们大概看到了 200多个个案 那有超过一半的 其实都是实验室 有诊断有确诊的 那 很不幸的 还是有一个人死亡 所以构端螺旋体的感染呢 它构端螺旋体 它本身是一端或是两端 都有这种 有勾嘛 然后又有螺旋 好 所以它就是 一端或两端 呈现勾状的螺旋体 这样子 就做构端螺旋体 那它可以借由伤口 感染几乎所有的 哺乳类的动物 所以可以 主要的宿主呢 以前我们在医学院的时候 常常都告诉我们老鼠 那其实犬之猪牛马羊这些动物 它都可以 因为构端螺旋体来生病 我们在台湾呢 我们的猪肢 其实有些人 他们甚至认为说 大概有50%的猪肢 他们都带有构端螺旋体 猪没有什么生病 可是它身上它所排出来的尿液 是会有带的这个细菌 那所以当我这个地方有养猪 然后呢 台风过了之后呢 它又造成淹水 然后我再去这个脏脏的水里面 去把我心爱的宝贝给拉出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可能接触到这个细菌 有可能 那再来一个呢 我手上跟脚上又因为在清理的时候呢 不小心割伤了 那这样子让我生病的机会又更高 所以经由伤口 然后在这个有猪肢有老鼠的地方 那摸了脏脏的水 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受到感染 潜伏期呢 通常是10天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 我们从这个淹水到我们去清理 然后到后来疾病爆发 整个这个达到最高峰的时间 其实跟我们这个潜伏期 是非常非常符合的 那主要的症状呢 其实轻微的人可能没有什么症状 可是呢 有一些严重的人呢 它就有可能除了发烧头痛 糖胃不适之外呢 它有可能有一些脑膜炎的症状 甚至我们刚刚讲到肾脏衰竭 我们刚刚有看到 大概40%的人 是有影响到它的肾脏功能 然后有黄胆 我们刚刚看到 大概60%的人是有黄胆 所以钩断螺旋体 它在一个风灾过后 其实尤其是 我们每一次大概就是在台风过 台风有淹水的时候 过了之后呢 大家是会非常非常注意的 那像有一些地方 像菲律宾 大家知道 那个拒绝来台湾 可是它去菲律宾停留了非常非常之久 他们在菲律宾这边造成非常严重的水灾 菲律宾他们就是常常因为 它在风灾过后 那就有淹水 所以他们其实甚至会告诉他们的这些救难人员 你如果是要进去到这里面 去做救灾的工作 在这个淹水的地方做救灾工作 会接触到这种肮脏的水的话 考虑使用预防性的用药 所以他们在菲律宾 他们总常常看到 因为风灾过后 淹水过后 而发生勾端螺旋体群聚事件的地方呢 他们甚至是有这种做预防性用药的建议 台湾我们目前是没有 因为台湾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 毕竟这个用吃药的方式来避免疾病 它还是有它的不良的反应 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那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希望就说 如果我今天是有需要接触到这些肮脏的水的时候呢 那至少一确定你身上没有伤口 那能够用手套 那还有雨鞋这些来避免接触到这些脏的水 来避免疾病 我前两年来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 那类鼻菌呢 所以让我想到 对没有错 我们台湾呢 另外一个在风灾过后 我们会看到的疾病是类鼻菌 类鼻菌的话 我们一开始呢 是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 海棠台风过后 那在台南这边就发现 好像是在这种二人稀盼的这些人呢 开始有一些类鼻菌的发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那一年呢 疾病蛮多的 那之后的几年呢 其实陆陆续续都是 都是有因为风灾而造成类鼻菌的上升 所以大家每一年我们都在想说 我风灾过后 我要怎么样去预防类鼻菌 那类鼻菌呢 它本身这个细菌 它是一直都是在土壤里面的 那当年二人稀 我们大家的 大家在猜 应该是风灾过后 然后这个上面本来好好的土壤 被你冲掉一层了 那下面这些类鼻菌 藏在里面的土壤呢 变成是在这个土壤的最上层 那就让这些人吸入进去 或是接触到 所以这个菌呢 它是在土壤里面 在水池里面 还有在这种积水的环境里面 会存在 主要的传染途径呢 我们一般都会讲说 是经由皮肤的伤口 接触到受病原污染的土壤 或是水引起感染 可是 这个可是非常重要 但也可以经由吸入 或食入受污染的土壤 或水及吸入受污染的尘土 而受感染 那潜伏期呢 有点难算 所以我们只能算说 它大概曝露的时候 就是这个风灾那几天 所以呢 风灾过后 那所以我们大概是 以经验来推算 经验推算的话 大概可以到 可以是短至两天 或是说数个月到数年 那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大概是 这个曝露后的第九天 是发病的高峰期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 在实际上看到的状况 是差不多的 大部分的症状呢 并不会非常的明显 那会让人家以为 它只是感冒 那因为大部分的人 不会衍生很严重的病 可是当我们是一个免疫不全的人 或是有一些其他疾病的这些病人呢 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肺炎 或是急性的化农 跟局部的淋巴肿大 慢性的化农性类比局 或是郡血症败血症 我们在台湾呢 除了2005年在这个海棠台风 在台南看到的这些疾病之后呢 我们大概比较常看到 类比局的地方是 会被通报出来的地方 是高雄 那我们那时候就很困扰 就说那我要怎么样去预防 类比局的发生 那所以我们总是要去看看这些病人 是哪一些病人生病 那大家看到我们常常都讲说 这些呢是经由皮肤伤口 接触到这个 已经受到病原污染的土壤 或水引起的感染 所以呢我们一定会去问说 你今天是类比局生病了 那所以请问 你有没有去接触到这些土壤或是水 或是你身上有没有伤口 可是我们后来看到在高雄这边呢 其实很多的病人 他们都是那个什么 老人家啊行动不便啊 甚至是卧床的病人 那为什么这些病人会生病 所以我们就要看到 我们后面的但是 但也可以经由吸入 吸入受到污染的土壤或水 或是说吸入受污染的尘土 而受到感染 那既然它是吸入的话 我已经不能像钩端螺旋体一样 建议人家用手套 用雨鞋来避免 然后身上没有伤口 来避免这些 这个接触 避免类比局的感染 那我总不能叫我们的人不能呼吸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还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 就是我要怎么 我们知道在风灾过后 尤其那常常会有 类比局的发生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想出一个 针对这些已经在家里面 然后又卧床 然后然后身上有一些 慢性疾病的人 针对他们做一些 比较好的建议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应该对这个就有印象吧 有没有在座的人 当天是去八仙乐园 没有 好 那八仙城堡的话 这是他们 这应该是 这个是去年他们八仙 他们要办这个采趴的时候 的从YouTube上面 截取下来的图片 那所以他们当年 他们就是号称说 你看啊来这边啊 很好玩嘛 好 那只是呢 大家不知 这些有一些误解 不知道说 这样子的实用性的 这种玉米粉呢 其实是很容易造成爆炸的 所以 城堡了之后呢 其实大家都 大家都记得 很多人在那边 是要什么 自己救自己 因为什么 因为车子进不去 车子出不来 我没有办 我没有一下动员 非常迅速的 马上动员到 可以把这些 或许是比较轻微的 相对轻微的 这些受灾的人 把它救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灾害 灾害的话 我们看到 它可以是天然的 它可以是人造的 我们天然的 我们刚刚 我们看到的是有地震 有台风 那其实呢 它还可以有干旱 或是说有一些火山爆发 这些都是一些天然的灾害 我们看到的人造的灾害呢 我们看到火灾 可是车祸还有甚至恐怖事件 都是我们有可能会面对到的灾害 那它会引起哪一些公共卫生的问题 有一些立即性的问题 是什么 医疗资源的失衡 我们刚刚看到 卫生所不见了 我的卫生局不见了 然后呢 我们会有 有可能有大量的伤亡 那跟疾病 那还有一些是潜在性的东西 是因为我们可能风险管理不当 譬如巴仙 风险管理不当 它造成的这些疾病啊 或是说伤亡的加重 或是说我因为初期的危机处理不当 引起后面的疾病 跟伤亡的加重 还有呢 我有可能因为处置不及 或是我的因为处置产生的副作用 或是在灾期漫长所引起的问题 灾期漫长譬如什么 地震会不会灾期漫长 不会地震摇完就没了嘛 风灾会不会灾期漫长 通常也不会 可是呢 我今天如果是旱灾 我有可能灾期漫长 那灾期漫长呢 我可能就会有一些资源分配上面导致的后续的问题 大家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次大概有这种 尤其是天然灾害之后 那造成一些资源上面 大家什么看到东西来 有时候是会去呛 或是沟通上面所引起的问题 那所以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还有我们看到灾后心理卫生的问题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921之后 或是任何一个地震 其实他们家倒了 他们有可能就之后怎么样 他不敢回到 有一段时间 他们是不敢回到室内里面去住 因为他们在他们身上已经受到一些灾害 或是我们有听过 像那个美国911恐怖事件之后 那因为很多人都会在联络他们的家属 所以呢 他们有那个救难人员 就是他们的消防局的人 他们去 他就说 我就是一直听到手机在响 可是都没有人接 那很多人就是说 我之后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我不停地听到手机在响 造成他们心理上面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好 公共卫生的问题呢 我们看到的 卫生医疗组织的瓦解 我们看到医疗体系的崩溃 因为我可能医院没了 那有可能呢 我的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 他是受灾户 所以呢 我的人员 或是我的物资会不足 那我有可能因为停水停电 或是其他的问题 造成医院内的感染 那另外呢 当我地震一发生的时候 当我这个城暴一发生的时候 我有大量病患的问题 好 那我们有卫生上面的问题 那还有移民 灾民迁移的问题 我的灾民一下子要疏散到哪里去 我要在哪里让他们 让他们生活 他们是要露宿在野外 还是像我们一样 刚刚看到的 把他们把这个体育馆拿出来 让他们住 可是可以让他们住多久 那气候的问题 我今天如果是沙尘暴啊 或是 或是这个雨一直下 下不停 我要怎么办 那这些人呢 还会有一些食物 营养的问题 在台湾 这种情形 相对的不会发生 因为台湾其实是 我们物资是 非常非常充裕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想到 这样子的问题 可是如果在一个资源 比较不足的国家里面 我们这个营养 食物的问题 营养的问题 一定要考虑到 可是呢 我们台湾一定会面对的 是环境污染的问题 当我看到废墟 我看到垃圾 我看到排泄物 我要怎么样去处理 我有3000个人 露宿在我的 普里镇的大马路上面 我要怎么样 让这些人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去 去处理他们的排泄物 那我们有人的尸体 我们有动物的尸体 这都是我们有需要去处理的 那流浪狗 流浪的生物 甚至我们有一些野生的动物 那要怎么样去处理 在美国他们 Katrina之后 因为很多人他们是 可以走的就走了 那或是有一些人 他们会要求说 你这个宠物不能带进来 所以其实 那一年过后 有很多被捡回去的 这个狗狗都叫做Katrina 好 那这些人的精神健康 还有一些社会的反应 那灾民呢 其实我们很同情他 可是有时候 他们也是会不愿意配合 他们有可能不愿意配合撤离 他们有可能 不愿意离开他撤离的地方 各式各样的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好 那在台湾呢 我们通常会碰到这种 台风啊 水灾啊 这种防疫的问题 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是 肠胃道的疾病 并没闻着传染 那我们刚刚也有看到 勾端螺旋体 类鼻菊 所以我们处理的方法 当然还是我们品尝在做的 我要注意我们的饮用水 我们的食物 是不是有煮肺 煮熟 那还有环境卫生的消毒 那资深源的清除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家里有在 不管你住在哪里 那如果你家里旁边的这些资深源 在都可以把它清除的干净的话 一定可以减少我们在附近的这个病媒纹的这个滋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个人卫生习惯 做好我们个人的防护工作 好 那地震呢 地震我们常常会碰到说有一些外伤 因为地震有可能压下来的时候 我们造成外伤 那其实我们的外伤在风灾的时候 也有可能造成 那可是风灾的时候就不是因为风灾本身造成 而是因为我在处理 我在善后的时候造成的 好 那有些有关我们的外伤呢 我们可能有需要施打这个破伤风的类毒素啊 或是说我们伤口需要充分的消毒 那一样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这种天然灾害 我们还是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防护 旱灾的问题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我水 我其实不管是旱灾或是地震或是水灾 其实我都还是会面临缺水的问题 旱灾我是根本没有水 所以大家会除水 那我们用一点点的水 希望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我手可能就没有洗那么干净 或者手会洗比较少次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那水又很少 那所以一定要特别要注意到我们营水的安全 那水灾的时候一样会缺水 那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水 而是那个水是不干净的 那我们在灾难过后呢 其实会造成一些传染病的爆发 是有很多原因的 一个是我会快速发生 而且影响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 那我的饮用水是被损坏 然后我有大量的人口迁徙 我们这些人本来有地方住 我们把它全部都集中到我们的收容中心 那我们的临时庇护所有可能塞满了灾民 环境卫生变差 废弃物没有办法处理 那食物我们在台湾比较不会碰到 可是的确还是有可能 我们食物不会缺乏 可是呢 有可能营养不良或是营养不均衡 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在灾态过后 大家最喜欢送什么 泡面对不对 好 所以总不能每天吃泡面嘛 对不对 我们下次如果想到 可是呢我们又送青菜进去 好像又很难煮对不对 然后青菜那个过两天可能就烂掉 所以大家不会想到说 我应该要送一些青菜水果进去 大家如果可以 大家会想到都是送什么罐头啊 泡面这种东西 然后跟矿泉水 可是呢你有想到矿泉水 每开一瓶就一个垃圾 矿泉水一个垃圾 所以我们这样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在灾区 制造了很多的垃圾 所以就又牵涉到我们的废弃物的处理 当我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要担心 有没有群体免疫力不足的问题 因为我们如果平常大家就回家了 然后不会这样24小时 我都跟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比较不会去担心 这个群体免疫的问题 可是当我们24小时 都需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会想到说 那我这里面 这个各式各样的疾病的 群体免疫是否够 还是说 这个在座的各位同学 都已经很久没有打疫苗了 所以呢 这个如果说有一些疾病进来的话 有可能就很快会传开 那所以呢 我们一定在事前 就一定要先把我们的功课做好 虽然它是一个天然灾害 虽然它是一个突发的事件 可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在事前做一些准备 我可以准备要怎么动员 那准备说有哪一些事 哪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是可以事先准备好的 那我们的应变一定要能够协调 所以我们有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协调 各个单位的这些应变 然后我们需要能够持续运作 一直到什么 完全恢复 那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什么叫做完全恢复 什么叫完全复原 我可能有一些灾民 我真的是受了非常大的伤害 我永远不敢回去我的家园 那这样子怎么办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快速的卫生评估 然后我们看看有哪一些地方 可能是我会造成灾害的这些重点疾病 然后会造成大流行的传染病 那我们需要取得我们这些受容中心的这些的资料 然后我们做一些疾病的监测 那需要什么 我们在公共卫生里面大家知道 我完全我没有办法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们在做公共卫生的应变 一定是有一些取舍 所以我一定要先排定公共卫生介入的优先次序 那看哪一些机关是该领导哪一样的应变 那一定要有跨部门的合作 合作跟协调 那我们预防传染病的流行 那建立监测跟早期预警系统 那再来呢 就是假设我今天有监测到疾病的话 我一定是要做这些疫情的控制 好 所以呢 你是疾病管制局 疾病管制署的一员 好那 你现在被指定说 你要设计一个灾后的这个疾病监测 你觉得你在做疾病监测的时候 你想要监测哪一些疾病 那你要怎么做 我们先想想看说 有来一些疾病你是想要监测的 你们想要监测什么疾病 或是什么样子的疾病 风灾好了 拒绝虽然没有来 可是 我们不是等他来了才来做 才来做计划嘛 当然是要等 将来再拒绝还没来的时候 我们就先做计划 进士吗 如何 我们来监视一下 这些进到我的这个 收容中心的人有没有进士 好不好 有人跟我摇头 那你跟我摇头 那你想要监测什么 肠胃道方面的疾病 OK好 肠胃道的疾病 还有吗 OK好 那假设你今天监测到疾病 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 为什么要监测这些疾病 因为我刚刚都讲这两个疾病 所以因为肠胃道疾病 可以瞬间影响到 所有住在这里面的人 OK好 那除了这样子 你还有什么其他理由 那你觉得 或是说 你可以做什么 我今天监测到疾病 你可以做什么 改善环境 改善环境 好 怎么样改善环境 那个腹泻 要治疗 好 还有吗 把治疗当作预防的一环 提前通知 提前通知 OK好 还有吗 还是你要指定下一个人继续回答 我们大概你要 我们大概每一次监测 做监测的话 一定要想到我的监测目的 所以我今天的监测目的 我们大概不外乎 就是预防疾病的发生 而且这种疾病一定是我 可以预防的 或是说 我可以有一些介入措施的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今天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会 想到这种传染性的疾病 那所以譬如刚刚我们有提到的 腹泻疾病 或是上呼吸道的疾病 这些就是我如果早点知道 我可以怎么样 把病人隔离开来 是一个方式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呢 我要 为什么要把病人隔离开 避免他 持续把这些疾病给传染出去 好 那我可不可以 我有什么样子的方式 可以避免 我们以肠胃道来做 做例子好了 避免肠胃道疾病的发生 因为我们监测当然是一回事 我希望的是不要发生嘛 对不对 所以就会牵涉到 我们刚刚有在讲的 环境的卫生 我要给这些人 干净的水源 足够的水 让他们 那如果他们真的拉肚子了 有足够的 足够的电解石 至少要有足够的那个马桶 让他们去上厕所嘛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 因为我有一个地方 让他去上厕所的话 他去那边上厕所 就不会因为他到处拉肚子 然后就到处把这个疾病散播出去 他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可以去吐的话 希望他跑得到 不要太远 他可以冲到这个厕所里面去吐的话 我就希望他不要吐在我的 这个体育场的中间 然后让每一个站在旁边的人 都受到影响 所以那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 你要找谁帮忙 找军人帮忙 好 我们的国军弟兄们 真的是非常好用 对不对 好 除了军人 你还可以找谁 里长 对 可以找里长的帮忙 可是里长呢 因为他们其实里长是有可能 会在我们的这个收容中心 出入的 可是呢 或许不是每一天 好 那或许他也没有办法在那边待24小时 还有谁 你还可以想到的 在场的健康人员 对 没错 所以呢 我们有可能在场的健康人员 每一天都去问一下 就说 今天有没有人 有哪里不舒服啊 当然不要讲说 你如果杀肚子的话 请到前面来 报上你的名 不可以这样子嘛 好 你如果压力不舒服 请怎么样 好 那我们每一天去做监测 那你要怎么样去搜集这些资料 假设你是负责高雄市 你要怎么样去搜集这些资料 每天开车出去 然后把一张纸本拿回来吗 你会跑不完哦 通报系统 没错 好 我们有 可以用通报系统的 另外一个呢 其实我们在这种比较紧急的状况 其实常常都还是用纸本的 因为呢 我的通报 他可能那个网路已经断掉了 好 所以还是有一些时候 我们还是会利用纸本 那因为纸本 他们要填写的时候 是最方便的 那我们可能就是用一个数字 用一个数字 好 除了收容中心 你觉得需要做监测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 你觉得需要做监测 周围 灾区周围的居民 那你觉得灾区周围的居民 的资料 你要去找谁 找谁来 搜集 你要找里长吗 好 我们常常会利用什么 我们要看附近的医院 或是诊所 那因为 如果他们还有在运作的话 医院啦诊所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 请他们协助的 这些单位 好 所以记得 假设你今天是中央政府的话 我们会利用卫生局 然后跟卫生所的资源 那卫生局的话呢 一定是会找他们 辖内的卫生所帮忙 卫生所呢 他们真的是 他们的辖区是相对的小一点 他们是对地方最 最最最了解的 的单位 那他们有可能 就会去拜访他们 附近 他们辖区里面的这些 诊所 那或是说去看看 他们实际上去看 这些收容中心 那另外任何 任何一个其他 病人可能去就医的地方 或是说 这个病人可能聚集的地方 譬如说大家 白天呢 都会跑到某一个学校去 只有那个地方 有冷气可以吹 然后其他地方都停电 譬如这样子的话 那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 OK 好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从疾病管制署的 天然在防疫紧急应变中心 工作手册里面 截下来的 那所以这个呢 就是由卫生所来填写 那他们呢 会想说 看看呼吸道疾病啊 急性肠胃炎 或是说有一些皮肤感染症 急性结膜炎 或是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发烧 那所以这些呢 就请他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字 把它写下来 那要回报出来 那那看看到底是哪一个监测点 那我们有这些资料之后呢 再由卫生 这是卫生所 那卫生所填完了之后 他们可能会交到卫生局去整合 那卫生局再交到疾病管制署来整合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各个地方的资料 好 那可是我要让大家想想看的是 当你要去设计一个监测系统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非常清楚 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你或许根本不想要知道是不是有皮肤感染 OK 你或许不想要知道是不是有急性结膜炎 所以你就是要想想看说 假设我已经知道了 我可以做什么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样去做监测才会有意义 OK 好 所以当我们在设计一个监测系统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灾后的应变的时候 我希望的是能够做预防的工作 我希望能够是根本不要 不要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 不要有急性肠胃炎的群聚世界发生 所以你要想想看说我要怎么样去做 那我今天做疾病的监测 其实只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给的东西是不是足够来预防这样子的事情 假设没有预防到还是发生了 那我们下次还可以怎么样做 好 所以这是卫生局的表格 那你可以看就是不一样的监测点 然后我们可能就把这个资料聚集起来 那疾病管制署的话 就是以县识别县识区域 然后把它整个整合起来 OK 好 那我们在最后呢 我们就是还是要谈一下 有关尸体的处理 那尸体的话呢 其实大家常常会直觉的反应是很多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人对这些尸体的误解 然后再加上媒体的一些渲染 都会觉得说 如果这些尸体没有赶快把它处理掉的话 或是把它安置好会造成疾病的传播 可是其实呢 并不是这样 因为很多这种疾病的传播是要靠 有生病的人他才会把疾病传播出去 可是当我在一个重大灾难的时候 其实我死亡的人大部分是没有这种传染性疾病的 一定还是会有人是有 可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的 他们是本来是什么 健康的人 然后在一个非常不幸的这种天然灾害里面死亡 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记得 大部分的人他在死在这种急性的灾难过后 他的遗体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这种急性的传染病 那可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压力 来自各个不一样的地方 需要赶快把这些遗体处理掉 好 那会真正会传播疾病的人呢 其实是还活着的人 因为我们才会走来走去 我们才会去接触 才有比较有可能去接触到这些传染源 然后生病 然后传染给其他的人 当一个遗体的话 又大部分是没有生病的人 他们的遗体 他们其实不太会传染疾病 好 那可是呢 还是偶尔我们会碰到一些人 他可能有艾滋病 他可能有这个腹泻的疾病 或是有这个结合病 那这些是的确有可能 在这个 在死后还有可能传染的 那可是呢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这些 细菌啊 或是病毒 其实在人死了之后 就会跟着人一起死掉 他其实不太会传染出去 可是的确有看过 就是这个HIV的病毒 在他们在做解剖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六天之后呢 他们在去做解剖 那这个病毒还是涉害活的 还是有传染力的 所以偶尔还是会有碰到 那所以 真正会有 真正会有问题 或是有可能 受到这些遗体的感染的人呢 是那些真正去搬运遗体的人 或是说在做解剖的人 那通常呢 就是大概是 这种血液传染的疾病 B型肝炎 吸引肝炎 艾滋病 或是说 结合病 那这些呢 是的确有可能 我们会比较担心 有一点点的这个风险的 所以当我们如果需要去 处理这些遗体的话呢 我们会建议 那就是手套 然后雨鞋 或是这个要穿靴子 那手呢 那一定要洗手 那如果有 那如果在这些 接触遗体的过程中 我们会建议就是 你在接触遗体 请你的手就不要乱摸 请你不要再去 这个拨一下头发 揉揉鼻子 揉揉眼睛 那 那这些衣服呢 在处理完这些遗体之后 你的全身的衣服呢 都是需要 确实地把它清洗干净就好了 不需要用特别的什么 消毒液浸泡过 这些都不需要 那有些人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 他们还是会担心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考虑 用个口罩 或是说戴个面罩 那我们通常是会用口罩 避免一些这种 因为这个 飞沫传染的疾病 那不管怎么样 如果说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 这些遗体 它不是像海啸的话 他们我们常常看到遗体 都是在 就是这种 都在户外 如果说 它是在室内的话呢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 先把窗户啊 门这些打开 让它通风之后呢 我们再进去处理 OK 好 所以我们结论是 如果不 其实我们今天 不论是人或是天然灾害 都可以造成严重的 公共卫生的问题 那灾后的应变 主要目的 就是要减少灾害 它可能造成的伤害 虽然我们的灾害 是不能预测的 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 平时就有需要 先开始针对 我们可预期的灾害 做准备 那疾病的监测 我们要落实 我们才可以 及早发现问题 及早的介入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请说 其实我觉得非常健康部门的政策 不会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重心 可是在灾害的时候 它的讲话声音应该变得很大声 然后就想问说 在比如说在灾害医院中心 或者是在地方生子 就是那些协调是怎么大声 那协调在协调 那它会产生什么过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比喻 叫做 这个我们常常会想到是 这公共卫生其实是像 有点像消防队 其实消防队他们很重要的工作 其实是预防火灾 可是当我们都没有火灾发生的时候 我们大家会把消防队忘记 对不对 有火灾的时候就想说 请赶快打电话给119 好 那其实我们公共卫生 有点像这样子的工作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我们其实没有疾病的爆发的话 那大家其实会觉得说 那我们公共卫生的经费 需要先砍一砍嘛 对不对 那可是当有疾病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好像会觉得说 公共卫生又是很重要的一环 大家会开始重视 那所以其实像 我们在这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或是在任何的这种 这种灾后的防治上面呢 我们大家有需要知道的是说 每一个人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公共卫生我需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这里面报告 那我的这个环境卫生的人 可能要需要做什么东西 那我们跟公共卫生 跟环境卫生的这种 我们的这个环保署 其实是有很多的工作 是有需要做协调的 譬如我们现在在做灯隔热 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环境 做得非常好的话 我们希望是可以减少 灯隔热的发生 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让这种环境的人知道说 我们哪里有问题 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帮忙我们什么 那他也可以告诉我们说 哪里可能环境上面出了问题 我们需要赶快去协调 或是说我们需要赶快去预防 这些疾病的发生 所以其实那种 在那环境的人 另外呢 就是我们不管是公共卫生的人 或是做这个环保署的人 我们都需要怎么样 都需要进到我们的灾区 所以这时候有需要谁 或许有需要我们的国君们 再来帮我们架一条桥过去 或是说我们有需要我们的工程的人员 让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所以其实呢 或是那种交通的人员 所以其实大家会想 觉得说好像这个政府官员 都在很无聊地开一些很奇怪的会议 那其实这种是 我们还是会觉得说 这种横向的共通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不只在我的机关里面 我有我们与上面的人 这种纵向的沟通 其实我们横向的沟通 也是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才可以跟我们其他 可以合作的单位 让我们协调得更好的话 把我们的这个公共卫生 可以做得更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